和平,是這個世界難得可貴的增補 雖然戰爭暫時未對我們造成任何影響 但其實在這個世界角落裡 有不少人都正在遭受戰爭的摧殘 我是來自英國的歷歷 我很喜歡中國歷史文化 今天我有幸來到佛山鄧培故居參觀 了解到鄧培先生勇敢進取無私奉獻的愛國精神 我想請問他們在做什麼 這個其實是1922年1月施列年 就親自變成鄧培 當時他也跟鄧培說 折留公義運動是很重要的 過去、現在、將來 都是激勵大家戰勝各種困苦的精神 我亦深受感動 戰爭殘酷無比,和平來之不易 希望未來我們都可以沐浴在感受繁華的幸福陽光裡 但願世界和平 長亭外 古道邊 古道邊